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们新疆人喜欢吃面 今天我们外面下着很大的雪 然后我爸去赶羊了 我妈妈去城里面了 今天搓一个拉条子 到我们新疆的每一个饭馆里面 你都能看到拌面拉条子 炒面 过油肉拌面 木耳拌面 全是面 像米饭就会很卑微的在这个菜单的最下面 米饭 我们新疆人真的是太爱吃面了 就今天我妈妈去城里面了以后 我爸就说赶紧下个面吃个拉条子 因为我妈在的时候 我妈喜欢吃米 就是我爸爸一次米都不想吃 他就喜欢吃面 所以今天就给我爸下个拉条子 面已经下好了 给我爸爸个电话 让过来吃个饭 再把这个放到水里面 不然等一下这些面就粘到一块了 这是我下的面 怎么样 我在做饭的时候 我们家猫猫偷偷爬到这个上面 因为大家知道吗 在这个上面有一个这样的肉 就是今天我们没有吃完的肉 然后就是放到这里了 然后他就偷偷地坐在这里 闻着味道 又不敢吃 这是我刚刚炒了菜 然后 我爸来了 我们就可以吃了 我们就可以吃了 好 你的日子 你快把他吃 快快把你吃 你快把他吃 快把他吃 好好吃 我先吃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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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爸最喜欢吃的酱菜 我爸喜欢吃辣的 然后我也喜欢吃辣的 我爸爸又去看我们家的羊了 因为现在外面特别冷 我爸就怕我们家的羊跑了 很多内地人都觉得我们新疆人 就大吃大喝 又能吃肉又能吃面还能喝酒 其实是我们确实能吃羊肉 能吃牛肉 能吃马肉 但是呢 我们也很喜欢吃海鲜 就比如我还我爸很喜欢吃海鲜了 每次我们去火锅店呀什么的时候 我爸就会点一些虾呀 点一些螃蟹的 我爸特别喜欢吃 像我们这边 如果把海鲜运过来的话 运分是很高的 而且它的这个新鲜度 肯定没有南方的这个海鲜新鲜度高 就上一次我去南方的时候 就有一位朋友说 走我们去吃海鲜 我就觉得吃海鲜会花很多的钱 但是在内地海鲜也不是很贵的 就像很多内地的朋友 到我们新疆来就觉得羊肉啊 这些会特别特别的贵 就觉得很奢侈 但是并不是啊 在我们新疆这边我们养的就是羊 放的就是牛 我们不吃羊肉 不吃牛肉干嘛 在大家眼里我们吃牛羊肉 感觉特别的有钱 但是在我们眼里南方人吃海鲜 我们也觉得南方人很有钱 当然如果有这种想吃面 想吃牛羊肉的朋友 可以到咱们新疆来 到我们家来啊 我就去南方吃你们的海鲜 你到我们新疆来吃我们家的牛羊肉 好不好 肉 而且之前我去南方的时候 发现南方饭里面是不是不放盐啊 茶里面都没有盐 像我们新疆人 奶茶里面啊 什么菜里面啊 汤里面都会放盐 不放盐的话我们会很难受的 虽然这个在科学上说吃盐 就是吃的多了也不行 但是不吃也不行啊 在南方那几天我真是受不了 因为我觉得南方的朋友吃的非常清淡 所以他们的皮肤也很好 感觉很少长痘的 像我们家天天吃这种 比较油量比较大 热量比较高的这种食物 然后你看脸胖胖的 但是我们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巴里昆现在特别特别冷 看现在外面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到了吗 哈哈 过会可能就要下大雪了 看我的狗肥要巴上来看我一下 哈哈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要吃面吗 吃不吃面 好了 去吃饭吧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吃肉是应该的 吃面也是应该的 吃面也是应该的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 欢迎敲响小铃铛 感谢你们支持 谢谢